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要的青春的回忆 我还是很不舍 所以我决定表达对我学校的感恩 以及谢谢电影学院的教导 天可不 海可甜 南山可泥 日月既往 不可覆追 以前总觉得动力的时间会很远 遥遥无期 可这天还是到了 至亲爱的母校和恩师们 我自2006年考入北京练学 还记得那个冬天 第一次踏入这所院校的时候 那个懵懵的少年眼睛亮了 教学楼上大大的红符写着 梦不开始的地方 多美好的几个字啊 那么的诱人 可当时我还连梦都不敢做呢 我看到静静出书的考生们 一个一个都长得那么漂亮 然后再偷偷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感觉自己的希望很渺茫 谢谢学校的老师们 没有忽视那个放在人堆里 就可以漏掉的活 我考上了千斤万把过 读木桥一般的北京电影学院 入学那天我认识了 零六本的主任教练 我的恩师崔辛景老师 谢谢您坚持招收我 您改变了我的一生 做您的表演课代表 和团支部书记 是我认为最光荣的事 谢谢您像妈妈一样偏袒我 严格地要求我 慈祥地纵入我 狠狠地骂我 直到现在 还事无巨细地关心着我 我在想 如果当年招生的时候 您要是不在 我现在可能在做什么 不敢想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让您出现在了我的生命中 前几天我的脚受伤 您让我在受伤的脚上抹香油 消肿快 我立马找座了 大家一定都很羡慕这十几年来 我们依旧能有您 在我们的身边关心我们 谢谢您随老师 当我进校前 我看到了一篇采访 我的另一位表演老师 王静松老师 在北电门前说 我们北京电影学院 是培养电影艺术家的地方 不是培养电影明星的地方 这句话影响我的一生 谢谢您耐心地为我们加班排练 像家人一样疼我们 教会我们舞台上的技巧 开阔的思维 以及喜剧的诠释方法 因为您 我学会了欣赏罗伯特·德尼罗 也因为您 确定了我对表演意识的理解 我的两位台词教员 郑建初老师 您说我是您的得意门生 我很惭愧 没见过哪个得意门生 在校十几年了 还跑到您那儿去 让您手把手 一字一句地 孵到我们在朗诵节目里的片段 您的台词处理手法 到现在我都没有学完 我永远都记得 您第一节课说的那句 离心最近的声音 就是最动听的声音 同学们 开拓你们的众生区吧 上个月收到了您微信 三分钟的语音 是对于我一个节目中 朗诵的评论 有鼓励 也有建议 我心里觉得好暖 谢谢您 张华老师 您身上对于艺术的 一丝不苟影响我到现在 您在台词七声字的 基本功阶段 对于我们的要求 到现在我还在使用 曾经您说 字段气不断 气段意不断 意段情不断 情段音不断的口诀 非常厉害 上个月发微信的时候 您让我可以自己去领悟 对于艺术的看法 让我形成 自己对于艺术的见解 谢谢您的鼓励 谢谢 谢谢 谢谢我的班主任 张晶晶老师和张聪迪老师 谢谢你们 对于我们无微不值的照顾和耐心 谢谢形体教员 张建兴老师和蒋冰老师 谢谢声乐老师 王江老师 还有 谢谢成功调查员 马贵勤老师 每天早晨六点钟 赶到学校盯着我们的成功 让我们不能偷懒 感恩你 感谢灵六表本的 十九个同学们 谢谢你们 用四年的时光 跟我一起完成了那首诗 同株一海踏朗行 晚必学芽苦作舟 谢谢你们 我的兄弟姐妹 感恩北京电影学院 在你们的关怀下 我完成了本课的学业 很幸运 以第一名的成绩 保送了研究生 很幸运 我可以再在学校学习三年 陈毅老师 作为院长和导师 当您点名 要我做您的弟子 我开心得不得了 在2010年 我们开始了 长达八年的师徒缘分 人在长大的时候 会做错很多事 会吃很多亏 是您的调教 让我学会了 如何在社会上 千功地做人 让我在最纠结的时候 总能做出 最顾全大局的选择 这么多年来 您从来没有跟我 召集过一次 总是用最深刻的耐心 鼓励我 八年来 我们经历了许多 我做您的助教 跟你一起参加社会实践 和您给学生排练 白鹿园上的巨手 历历在目 硕士的三年 您说 这个戏迟能行 现在博士三年都过去了 这个戏迟还在迷茫地问您 下面应该怎样 在艺术追梦的过程中 坚持自己 看来对您的依赖 还要继续延续下去了 谢谢您 我的师父 如今 我电影学博士的学习 马上就要结束了 老师们还是像刚入学一样 把我当孩子一样敲打 十二年的时间真快啊 时间眨眼就过去了 我想我可以作为一个 根正苗红的北电人 认真地说一句 做北电的学生 真的很幸福 北京电影学院 给了我作为一个学校 能给我的一切 我的青春里十二年的光阴 都刻在了西土成目四号 今天突然要写这些词了 我心里深深的不舍 我在这里找到了人生的归宿 找到了理想 找到了我的方向 你给了我自信 给了我谋生的本领 给了我做人的准则 给了我友情 亲情 以及爱情 我在这里入堂 在这里证明自己 在这里为大家认识 难忘在后门 买到尾碟的日子 红珊瑚大饭店 星星食堂 第五排论厅 黑匣子 小剧场 校园的初吻 816的宿舍 暗恋的女神 小麦布的水果大哥 饺子铺的东北大姐 外冷内热的社困 不让车进门的保安 极品颜值的师姐师妹们 没人性的 军训主教官 帅气迷人的张慧君院长 被太平庄下的烤肉摊 谢谢你们给我的校园庆松祭 我的母校不舍再见 我将带着你的精神 到今后的社会 以及艺术创作当中去 我会用我毕生的努力 为你的辉煌 天端加好 我爱你 养育我的北京历学 我爱你 像家人一样 疼爱我的恩师们 我非吧 学生 宅天林 学生 十二年 是用一封信 不可以承载下来了 但是这封信 可以表达 我对于电影轩的 一种归宿感 和一种敬意 我觉得现在的市场 会给年轻人 很多的诱惑 人的欲望会变强 会冲击着你的初心 所以我希望 跟我的学弟学妹们说 你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不必问你想要什么 只要问你现在能做什么 咱加油 在做冬日的感情 却带不从你的痴迷 熟悉的旋律都依然 一心 没有人拯救